那必须是我了 色提上线 于2020年 初到4年收获8款皮肤 其中5款都是限定 妥妥的限定男神 半生提王国机神系列 便是国服新一轮强行限定的开端 将这一批 与春节八竿子打不着的机甲皮肤 挂上鼠年狗牌 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抛开节奏不谈 苍狼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帅气扎实的机甲搭配厚重打击生效 亮蓝色光效也很清爽 开Q10背后的推进器动发火焰 是该系列的一大量的 只可惜由于高价限定的元素 导致它的口碑不如后来的双龙 在最近阿卡丽的黑金商店里 它的暴率还是挺高的 开出好价的小伙伴可以考虑 金龙在当前14.18版本的神话商店售卖 售价是150神话精粹 霸道的造型和金色熔岩相当稀末 我在神话商店皮肤推荐里 也有点 这里就不再赘述 万豪绝活哥不容错 毕竟下次反场就要200神话精粹 而火龙在灵魂连华没来以前 长达两年的时间 是色提唯一能正常购买的皮肤 称它是首选皮肤应该不过后 和制真版对比 除了造型不同 特效一经厉害之外 整体手感是一样的 心之刚和斗魂觉醒的特效风格 比较类似 都是拳头近两年非常爱玩的三宣二动漫风 各种花里胡哨的涂鸦 全部搞里头 但二者的生效就各有千秋 心之刚属于澎湃动感的强烈阴浪 击中反馈及其扎实 搭配这身潮男装扮就很舒服 最近也是刚迎来首次伴奖 错过了的小伙伴 可以再等一时 斗魂觉醒 由于双手装上了掌握 打击声效就更加锐利 并且整套皮肤的黑色勾边很浓郁 上手就有种打格斗游戏的感觉 各种爆点声效都是在日前 听大招和满豪意的声音 清脆响亮 有种龙珠的感觉 只可惜它同样被强行限定 目前想要入手只能高价开抽 勇士和虎年两款限定 属于是最无人在意的一套 因为老系列经历几次迭代后 不可避免地走向神秘疲劳的酒精 这是大事所需 不过色提这两款的粒子效果 以及各种声效都很丰富 烟花爆竹 浪花海星 花哨的不谈 已拥有的小伙伴 可以说说很爽 我比较喜欢虎年限定 回城时的武士和画卷 拨具年尾 制作是比较精良的 最后来看T2灵魂莲花 该原画在已经曝光时 被不少玩家誉为联盟犬夜叉 白毛半腰的颜质极高 皮肤概念 是将色提这位纯肉活英雄 修改成在战斗时带有些许摸 色提在使用Q和E时 肩膀上的两个灵体会代替出神 并且模型在高速运动时 会出现形变 从W使用龟派气功时尤为明显 这一点其实有蛮多玩家欣赏过来 今年刚重做的芒僧就与之类似 还是归类到比较玄学的手感问题 所以该T2的人气 一直不如那几款经典老T3 不知道各位如何评价 欢迎在评论区友好讨论